所以这个急性肝炎 要特别注意 会出现一些低热 就有点像要发烧那种感觉 全身疲倦无力 食欲减退 肠胃的症状 恶心呕吐 还有油腻感 就是不喜欢那种油的那种感觉 然后肝躯不适 或者尿的颜色比较黄 院长可以跟我们讲肝躯不适 是哪里觉得痛吗 或闷吗 可以比我们看吗 因为肝脏是主要是在右上腹部 那么因为你发炎的时候 它会肿脏 因为肝脏本身里面是没有神经 不过它的包末是有神经的 你如果肿大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闷痛 闷痛 那是在右上腹部 持续的闷痛 对 一般的肝炎就会有 还是猛爆性肝炎才会 大概一般的肝炎 只要它肿脏 花炎肿脏 多少会感觉到 那一种脏痛的感觉 那我们听过洗肾 肝也有所谓的洗肝吗 有所谓的洗肝 但是那个是 只是因为肝脏的功能 实在是太复杂了 不像肾脏 那么洗肾是可以维持生命的 那么洗肝大概只能 只能作为 大概短暂的效果 那么只能作为 比方说需要肝移植的话 多买一点时间 度过等待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通常不会太久 因为肝功能实在是太复杂了 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工的肝炎 是可以完全取代 甚至它的合成等等其他的功能 所以现在临床上 他们有时候病患会听到说 他们用所谓的洗肝肌 其实有不一样 以前有一些其实简单就是生物 就是血液置换 就很像你 我们洗肾一样 就是把血出来之后换 然后洗掉一些东西再回去 后来现在开始有一些 所谓的洗肝肌 甚至有一些所谓的 生物形态的洗肝肌 可是就像院长说的 第一个 它其实只能是短暂性 帮你hold住它 第二个是 其实有些还蛮贵的 因为健保不是全部都有给付 院长那刚刚提到休息 有很多人就好奇说 如果他那一阵子没办法 就像你这样子 一下飞欧洲 一下飞亚洲 飞来飞去 然后又很忙 事情又排得很满 责任心很重 他想说 等我忙完再来补眠 这样可以吗 那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排除必须要治疗的原因 就像我那时候肝炎 如果是B型肝炎 或者是C型肝炎 我们知道这个 有非常明确疗效的药物 那就要赶快治疗 那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 那么我也非常知道 所以我的肝炎是有 相当强大的修复能力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不要去加重它的负担 当然休息是 不要乱吃一些补药 怪怪的 不要再过劳 那么然后 不要再加重它的负担 那么我想肝炎是可以修复的 那么果然我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 所有GOT GPT完全正常了 三个礼拜之内 GOT GPT降下来的主要原因 来你的护肝三秘记赶快交给大家 我想我一向就比较崇尚 地中海市的饮食 就是以蔬果海鲜为主 那么多一点 比方说大蒜 橄榄油 坚果这些 那么比较大的改变是 我过去13年的院长期内 我是不打球的 但是我卸下了行政职务以后 我犒赏自己 一个礼拜打一次球 半场九个洞 每天要求自己日行万步 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天走一万步 一个星期走下来 大概一个马拉松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去做肝肝 做体检的时候 他的肝功能出现一个 很奥妙的症状 就人家都是偏高 偏高可能是发炎或什么 他的偏低 偏低的时候 那时候帮他解读的 那个医生就在讲 他说其实偏低 你不用担心是正常的 但是说你比较低 他们觉得有一个情况是 他说现代人有时候偏低 是因为你晚上 其实几乎都没在休息 因为你睡得很差 你睡眠品质不好 其实你人在睡 你肝脏都没有充分 在休息的状况下 会显示出 他会这样子 他制造酵素的功能在低下 他那时候就警告我那个朋友说 如果你再不好好休息 再不好好睡觉 你现在看到的是低 他有一天会突然全部都高起来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警讯 所以休息 他就说你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让你能够好好睡 好好休息 你不要觉得现在是低 因为未来 这个是警报 未来他就整个亮红灯了 还有喝酒伤肝是真的耶 品酒不品酒 我想品酒不品酒 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酒精还是要经过肝脏来代谢 那么就不要再去增加它的负担 好 那地中海饮食方面哪一些是 对于肝脏保护修护会比较好的 其实地中海饮食其实是对保肝是有帮助 他们欧洲曾经有发像希腊 意大利 他们那些国家因为有地中海饮食 所以他们其实肝癌的比例会比较低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地中海饮食 它是一个低升糖指数 因为低升糖指数的话 其实比较不容易产生肝癌 那地中海饮食有个特色 就是说它红肉比较少 然后饱和脂肪比较少 但是它白肉跟鱼比较多 那根据研究的话 多吃白肉多吃鱼的话 可以减少肝癌的产生 即使有些人B肝或C肝 你平常做好保养的话 也可以预防一些肝癌产生 当然呢 还有一些研究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地中海饮食还有个特色 就是蔬菜很多 那中国大陆做个研究 就是你每天只要多吃100公克的蔬菜 你就可以减少8%的肝癌产生 但是你多吃水果有没有用 没有用喔 只有蔬菜 对 多吃肉有没有用呢 肉刚刚好就好 不要太多 那当然是说过去我们饮食 也是希望说 像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 因为它可能含脂炼胺基酸 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你的护肝饮食当中的话 可以吃些豆制品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再来就是说 像院长非常好 他有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让我们身体 制造很多维生素D 原来维生素D 也可以预防肝癌的产生 所以呢 平常就要运动 当然呢 有几样东西 对保护肝脏要特别注意了 当然像花生 这些发霉的东西 因为含有黄曲毒素 千万不要有 然后酒的话 就跟院长一样 平酒就好 千万不要跟人家干杯 因为干杯 如果是干太多的话 其实肝脏坏得很快 干就悲伤了 而且如果没有戒酒 不能换干 对不对 不然就是在伤害它而已 那何仙你自己呢 以前的饮食跟现在的饮食 应该都不一样了 生病前的饮食 没有什么禁忌 但是生了一次病之后 就会知道说健康这么重要 然后会着重在 比较新鲜天然均衡这个方面 特别是 包括饮料类的都是尽量以天然 从食物天然 饮料天然 以前比较不会去注重运动 但是现在会比较注重运动 我们在关怀 很多肝病的朋友 像肝癌的病友 有很多 他们有过劳的现象 几乎大部分的肝油 都有过劳压力大的现象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很多肝癌的病友 很喜欢吃花生 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有逼吸肝的朋友 如果你要做事业 最好就是逼干吸肝 这个部分尽量去 把它做一个好的检查 才有办法继续做事业 对 那个就是花生类的食品 有逼吸肝的朋友才这样子 就是尽量要少吃 然后多运动 定期健康检查很重要 预防比治疗好 一万倍以上 现在逼干可以跟它和平共存 吸肝可以完全治愈 我很希望说 在前面这一块 也可以做得很好 让以后很多人 不需要跟我们一样 付出的代价 真的是太大了 要不是遇到院长 我已经住了 现在真的迷迷茫吗 还是感觉院长 现在房子重新盖起来了 好好保护它 院长你们在临床上也发现说 只要是亲人捐肝的 基本上他自己的这个饱肝上面 就是保护肝脏身体各方面 整个成效会比较好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酒精性肝炎 酒精性肝硬化 那么一定要戒酒 那么这个是来自欧洲 美国他们的规矩 就是如果没有戒酒六个月 他们就不给它放肝 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台湾 因为是以活体肝肝肝为主 特别是如果女儿捐肝给爸爸 因为六个月的规定 有时候不是每一个病人 都可以等六个月 因为有些来的时候 已经非常严重 大概只有一两个礼拜 你叫他说借了六个月以后 再来换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观察到一点 如果是亲人自己捐的肝脏 特别是女儿捐给父亲 那爸爸是最听女儿的话 那么 心肝宝贝了 而且心肝宝贝的肝 还在自己的肝里面 通常这种情况 他不会说换了肝之后 再回去再酗酒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 稍微调整的一些 这个移植的适应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院长 还有谢谢何先生跟女儿 来到现场 让大家知道说在台湾 可能有一些人面临 必须要换肝 其实还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先配对 然后做选择的 以下来的医疗科技 都可以让全家人更好 受证者更好 而且捐的人 身体还比以前来得更好 当然我们平常就要做一些保养 所以刚刚保肝方面 休息 饮食 运动 还是不外乎这三大原则 跟着我们院长的秘笈 一起做 大家就可以一起 来帮自己打保肝赞 我们今天到晚点 下次见囉 拜拜 拜拜 拜拜